我想来想去 怎么也想不明白 你爸爸犯病之前 怎么一点征兆都没有 怎么会说到就倒 还好吧 是倒在亲家门口 要是倒在别的地方 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等一下 你们不觉得奇怪吗 为什么岳父大人会倒在亲家门口 你是福尔摩斯啊 这爸肯定去找姐了呗 岳父没事找大姐 到底要干吗 你想一想 妈 爸最近说过要来找我吗 他最近总是神神秘秘的 见谁啊 出去找谁啊 他都不说 那就对了 但我以为 岳父大人一定是找老张 追查那笔钱 还要报警 就想跟你说 嗯 你写悬一句呢 自己信 好啊 你别相信我 我一定会找老张出来 哼 找到他之后 就把他绳之于法 爸现在最需要的是 我们的照顾跟陪伴 只要他能醒来 什么事都不重要 大姐 爸可能是被老张他们 弄到心脏病发 我一定会找他出来 问个究竟 那也得等爸醒过来再说 现在这边事情这么多 你们先带妈回去休息 我要待在这里 我要陪着他 我要吵到他受不了 醒来骂我老太婆才醒 老头子 你听到没有 爸 你真的是因为听到我婆婆 说了什么才会这样吗 不 爸 就算这真的是一场 经过设计的婚姻 可是嫁给心雨是我自己的选择 我不后悔 我们需要你 我求你赶快醒过来 爸 你赶快醒过来好不好 我们都很需要你 你赶快醒来吧 你赶快醒来吧 好不好 爸 爸 爸 我是盈盈 爸 不是 妈 老公 老婆 你们两个是要走了吗 盈盈来了 正好你进去陪陪她 老婆 有没有我的早餐 对啊 我买了好多东西呢 让我看看什么东西 您好喝香 大姐 义父大人醒了 走 走走走 快快快 什么 庆太光醒了 大夫 怎么样了 病人现在醒过来了 不过还需要多休息 不能太受刺激了 我 我知道我知道 我以后啊 要学着像绵羊说话一样 大点声都不改 绝对不会再刺激他了 好 好 那谢谢你 谢谢啊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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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岳父大人 托您的福 我们以后可以听到绵羊说话了 妹妹妹 爸 喝点水吧 来 韩振宇是西宇同一母的亲哥哥 他先跟振宇生下这个孩子 然后又嫁给了我们西宇 告诉我 这不是乱人是什么 是什么 老头子 归女跟你说话呢 你要起来啊 来 来 你再说 帮你 来 帮 五年前 那个男人是谁 你怎么突然相继问这个了 你梦见他了 我问你是谁 爸 是西宇的表哥 不对 是西宇同父异母的亲哥哥韩振宇 对不对 哎呦老头子 我看你是不是病疯了呀 你怎么胡说八道啊你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 何慧 我女儿不可能做这种事 她这么善良 都是不可能做出这种没谱的事来 妈妈 妈 我的天 盈盈 你告诉妈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你快告诉妈 你爸爸她说的是不是真的 爸 那么 平安的爸爸 怎么不就是 爸 爸 老头子 你怎么了 赶紧找医生 老头子 医生 老头子 给你让开 老头子 老头子 你一定要解救 老头子 医生 请问我爸的 好 已经稳定下来了 哦 谢谢 妈 你跟我过来 妈 你不要叫我妈 我没有你这个女儿 你说你怎么这么傻呀 居然做出这种傻事来 你这个冲牙的 冲牙的 你冲牙的 妈 别打了 这件事根本不能怪姐 你没有听妈说吗 爸会祝月 姐会嫁到姜家 都她婆婆搞的鬼 还有你忘了 姐订婚那天干吗要逃婚啊 肯定是接到韩总 所以她逃跑的呀 那既然知道这样 你为什么后来还要答应啊 你根本就不应该嫁给夕雨 现在放马号炮还有用吗 我看您当时不玩挺乐呵的吗 妈 我跟你说啊 姐姐这个婚 你得负一爸责任 你干嘛每次都把事情 关在姐身上呢 小灰 你 还有你 你干嘛总装老好人呢 我说是事实 事情都这样 好了 不管怎么样 必须马上离开姜家 一天都不要多了 今天 马上就走 妈 你干嘛要跟过去啊 找爱妈是不是 你就让妈好好冷静冷静了 真是不可思议啊 平安是韩总的儿子 韩总是你前男友